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再度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Simon Chu 赵世文 Simon你好 你好 我想已经准备好退休的人 我觉得一个最正常的例子 就是先生太太这一辈子都上班 那么先生赚的钱就是养家付家用 然后给小孩的教育费 那么太太赚的钱就是extra买花袋了 或者是投资了对吧 那么他们这已经算是很有头脑的人了 等到他们快要退休的时候 他们的最大的concern就是说 我们的资产要够 我们要活到多老都要能够有钱花 并且还要有一笔钱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对这个是可以说90% 我们的退休人士客人找我们去退休理财的时候 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要求 有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对不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要求 做得到吗 做得绝对做得到 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可以做得到 所以第一步退休的人士面临呢 就是一定要生活愉快 以及足够资金退休 对 第三呢就是如果有多余的话 当然就留给后代 甚至我们有些退休人士特别指定某一部分这个遗产是要留给后代 其他自己用 OK 也有一些人是退休当我们理财的时候就会讲到说 我不想理 我不必留给他们 真的 他们都很独立成功人士 他们已经很富有了 很富有了 不需要我这一点钱 我自己用来安排我自己退休 这也很好啊 对那我们这样的一个design的方法又不同 针对自己说需要安排的一切 而且就包括这个医疗方面的费用啊 长期护理的费用啊 还有其他的额外 比如说次要那个budgeting方面要费用 然后那个收入 比如说他需要 固定收入 固定收入 比如说他需要一个 每隔一个月都去旅游一次 去cruise vacation enjoy life 这样的话也需要这个budget 也要plan出来 听起来是要的 对还有呢 最关键我们有一些人士的话呢 他是特别非常的富有 那富有几十年这个人生创下了这个事业 这个房地产业 还有很多这个财产方面 他是要做一个遗产的规划 所以我们碰到好几个client 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那怎么去计划 可以等下一代 接受您的遗产的时候呢 不用啦 不用交这么多的税 第一 或者把这个税避免 或者怎么样 把这个税的钱安排好去付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理财 另外一部分 就除了人在世上要计划生活费以外 遗产那部分也要计划 尤其是税的部分 对我们这个很关键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计划好的话 孩子 孙子 他们接受你的遗产的时候 先要worry付一大笔税 没错 他要感激你 还是要no thanks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讲法啦 but anyway 经过我们做planning的话 这个都是很安全 可以解决 做会解决的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对了 还有呢 我要这样提醒大家 您如果计划未来五年十年会退休的话 你应该今天该怎么去整理您的退休安排 第一个呢 我会教您看一下你现在整个portfolio 你现在整个portfolio里边 整个的资产和负债 没错 那个portfolioarrangement里边有多少部分是在stock里边的 多少percentage在bond 多少percentage是在cash 然后多少percentage是安排在longterm care 多少percentage安排去付药费 医疗费 这个重不重要啊 重要非常重要 很多人以为退休的时候这个medicare全包 不是绝对不是 所以我现在教会 也有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礼拜我们有个客人上来我们office办理手续的时候 他现在从来不用想这个事 因为从来上班的时候 公司把他安排所有的健保 group health insurance 什么都不用担心 现在退休了 怎么都自己要做 自己要research这个医生收不收某个计划 自己所吃的药 本身付费要付多少 自己本身的co-pay 保险保多少 还有保险保不保这种药 他所有这些都现在来自己要做research 来study 好了他跟我讲了 他自己做了几个礼拜的research find out他每个月需要吃的药的费用 自己付的部分 都需要五到六百块 五到六百块 这个是他的retirement每个月的收入里边占了百分之二十 这是他以前没想到的 从来没想到 他以为退休没得可以全包 不用担心这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也是不是很重病 这个我们这个客人 不是有很多病症 就是必须要吃的药 就是两三种而已 费用就这么高了 所以这个只是举个例子 他年纪也不大 只是68 69 刚retirement 可是不吃就活不下去了 没错了 所以这样做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68 69不是年纪大 比如说你75 76的话 可能需要另外一批的药来医治 好了那费用从来拿 好了你这样做retirement的时候 你没有budgetout day的话 你只是一个总数 有很多我们的退休人士 来找我们理财的时候 都会讲到说 我退休 我只有这五十万 这五十万就是我的退休金 怎么去理财 通通在这里面了 没错 所以我第一句我问说 这五十万里边 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一样 你现在手上拿着 这五十万的退休金 我第一个问题问你 就是说这五十万里边 你有多少钱是不可亏的 这就是我下面一个问题 他很concent说 我这个资产只能上涨 不能下跌的 金钱不起下跌 没错 有方法吗 对没错 所以第一个问题 你拿着这五十万退休金 有些人拿五十万 有些人拿二十万 三十万 反正医生来 辛辛苦苦存起来的 就是这些 401k pension Ira 403b 混合在一起 这些人士的话 白白就这五十万 举个例子 那我这句话问他 他就呆在那边说 你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手上五十万 当然我想一分钱都不可亏啊 你说他是几岁的人 退休人士 已经六十五岁了 六十 六十岁 六十岁 所以这个 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It doesn't matter 你现在手上这笔资金的话 多少钱你可以亏的 你没有想到这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呢 很多人来找我们理财的时候 都会讲到说 我的钱现在放在Charles Schwab 我的钱放在Fidelity Meryl Lynch 我很满意 我就会去问同一个问题 你手上这五十万 多少是不可亏的 为什么这样问 你现在钱放在Charles Schwab Fidelity 或者你公司里面的401k pension 现在 most of the time 95% 我们 deal with the case 我知道 您的钱是在market里头 对 您的钱在market里面 Expose在market里面 就有risk 没错 并且现在又是市场的高点 好 看起来呢 我们在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又有例子 然后又有solution了 非常精彩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度听Simon的深度探讨